大家好,今天是8月10日,星期三 星期三時,北水又是這樣 日出日入,還說兩天升得多一點 昨天的兩天升很多,昨天的聲音就跌了下來 很難繳,不過沒有法治,還是要繳的 再次,我們看看板塊方面,在很靈繳的時期 現在來來去去就是這樣 汽車也沒有什麼東西,銀行也不給力 地產也更加不給力,汽車也更加不給力 因為有些汽車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是被人家沽了,我們再講一講 在這裏來說,我們會看到,逐個板塊細心講一講 營股基金,昨天已經被人沽了一點 今天又多猜一些,即時有個市場,基本上是有受壓力的 騰訊、阿里巴巴,兩個都是被人沽了 創科事業 因為有一群人是想去做淡他 所以趁你有些不好的消息,他把他沽了下來 為什麼要沽了下來? 因為他之前做淡你的事做了一課 今次的事,他就把他沽了下來,趁他 根本,唉,那個跌幅是超乎很多市場人士的預期 是啊,是超乎你的預期 不過他就是這樣趁他,國軍淡有之前做的才行 那群人說他做假數,不是說他這個盈利少 那你真的很不同 那盈利少,這個很簡單 美國方面,經濟在放緩 那當然是盈利少的 那就是說,你說他做假數和盈利少,是兩件事來的 不過他趁著這樣,就一聲沽下來 那那群淡人才可以有這叫脫身 那群淡人被人夾得不錯 那,還有理少汽車 迷來,小鵬那些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這個就關乎到,是應該是 美國降低很多銀行的評級 我今天在經濟部有篇文說的 那一旦降低英銀行的評級時,就即是說 很多大機構,特別是借錢給這些 創投企業,他們一定會去美國借錢 突然間就可能要收 而且你也都升得太多 那麼他也都覺得,喂,我要套利的了 他可能不是因為你這件事做得不好 不過他其他東西裡騙了東西 那他就要找一些提款機來沽你 所以在這些汽車上 無論你的銷量多好都好 因為我急要要錢 所以當然是沽你的了 石油股份那裡,我一直都說 石油是沒問題的,是OK的 為什麼石油是OK的呢? 因為拜登 這個不是敗家仔,這個敗家佬 不僅僅將你美國的財職擴大了很多倍 還有很多東西靜悄悄洗了它 第一,就是武器的庫存 全部扔到烏克蘭那裡 第二,就是所謂的戰略石油儲備 又靜悄悄,又將它出了很多東西 要對抗石油價格,要舒緩通脹等 其實你就是將祖宗的物業 全部洗出來 祖宗物業全都洗出來 這是二世老,不是二世祖的 它是二世老 你要不要去填呢? 它開始要填的話 那你的油價是沒得下的 沒得下的 所以很多人說,油價是升不升 問題就是,它會不會去回20元桶? 不會嘛 所以你就會去到這裏 如果大約它起60元左右 你會買我們的三種油,你不要買別人的那些 我們要支持國貨的 國貨三種油 當時市場價格升到80元 你又可以沽回,你也可以沽回自己的三種油 我沒有所謂的 在這裏你看到那幾通油的時候 上升勢是十分之好 穩打穩擇,因為 拜登這個二世佬 學著來給你賺錢 為什麼? 為什麼不去成期之利呢? 是不是? 好了 你看看 這些快手又跌了 我們看看那些車的跌多少 車那裡就跌了0.1% 小鵬跌了4% 那匯豐為什麼又跌呢? 那些又說你回購又升 那你升得多了嘛 升得多就要跌的啦 是不是? 怎麼這麼簡單呢? 那些小鵬的東西 一向都有小鵬的 那即時就好像什麼碧桂園那些小鵬的 哎呀,沒法子的 都說叫你不要想它了 那接著到中國移動 為什麼今天又會升一些呢? 因為 聯通的話 我賺多一點點 其實他賺多一點點而已 不過他說我肯派息嗎? 不是一直是中國所謂說的 叫什麼呢? 叫中特股 中特股那樣東西不是說 你托它上去 不是托它上去的 千萬多人都說 阿爺出口說托它上去 托什麼? 派息給你的 正金白銀的 為什麼阿爺一定要派息出來呢? 就是很多以前的國企 國企啊不是民企啊 國企啊自己就拿著那些錢 我又不派息 我又不增加息 我又不投資 那我自己的錢多了 為什麼錢多呢? 嘿嘿嘿嘿 不用想了 所以阿爺就要求 你們要一點 從未試過的 要求你ROE要做好一點 ROE是叫Return on Asset 意思是什麼呢? Return on Equity 意思就是你如果你的錢多 起路就是閒錢多 你又不投資 那你那個Equity 即是你的資本就大了 大的時之中 你又是派那麼多息的話 那你的Return on Equity 就小了 或者你賺那麼多東西就小了 那如果他派息 派了出去 那他的資產就會小了 他的Return on Equity 或者他又賺那麼多東西 他們的Return on Equity 就高了 阿爺一定是在 這個Return on Equity 在今年四月都提出 在管治國企裡面 阿爺從未有給一個具體數目 是Return on Equity 以及你的債務不准多於六成 這個要求國企 那你民企就怎麼做 民企就知道嘛 民企就是 民企有時候 你說什麼國退民進民進國退 民進了 民進了 進了又怎麼樣 恆大又多進 那你就累死全國 那在這個情況之中 你會找到 阿爺就一定覺得國企看得很緊 特別要求國企 所有的不准超過六成 你的債務不准超過資產六成 也要求你的Return on Equity 是需要盡量做得好 那為什麼它沒有一個具體的 做於30% 那60%不行 因為不同行業 有不同的Return on Equity 阿爺並沒有一個具體的東西 不過你認為阿爺有沒有可能 一定有 不過說出來的時候都麻煩 72行就給72個標準出來 怎麼做 是不是 所以在這點裡面來說 所以中拓股不是 即是 是中拓股 而是真金白銀給你 你現在這樣做的時候 那個多大的通訊商 他一定會是要求 給他派高息的 為什麼他派高息 你賺到錢才會派息的嘛 你賺不到錢才會派什麼高息呢 清楚了 所以在這點裡面 很簡單的 你相信就買 不相信就不買 這麼簡單 責任 即是那個權在你手 好了 看回這個 看回這裡 真是很深奧 深奧在於什麼呢 1 1 這裡的雙形走勢 這裡 上來 彈上來 再下去 喂 這裡又會不會這樣 彈下來 又會彈上去 又會再下來呢 如果人家這樣下去的話 真正可以回來 回到 6月時的了 這樣這個 再見到這個 真真正正 不是說沒有什麼機會的 可以有下條壓力 或者是 18600這個位 至於中期 中期很簡單 應該是18600 至197之間 197就變成這裡 195這裡 197這裡 暫時未到2萬 除非你跟著很快 去上破了這個 就是保利加通道中足 然後才可以 去見回這個2萬 2萬點 暫時未有這樣的條件 好了 我們再跟著我們看看 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呢 暫時留意一隻 郭泰航空 郭泰航空 為什麼今天這麼多資金 追了進去 第一句說 我賺錢了